原重患成为辽东地区的最高军事长官后 对地方实力派人物毛文龙起了杀心 那么原重患上任之后是怎样杀掉毛文龙的呢 进行关注系列节目 重任那些年之日 斩杀毛文龙 在崇祯皇帝的权力支持下 原重患不仅被任命为祭楼都师 成为辽东地区的最高军事长官 而且各种要求都被满足 原重患还得到了崇祯皇帝授予的上方宝剑 有了生杀余夺的大权 而在原重患五年复辽的方略中 有一个人物是必须要除掉的 这就是辽东地区的一个地方实力派人物 毛文龙 毛文龙盘踞在一个小岛上 飞扬跋扈 不受朝廷启制 原重患是必于除之而后快 那么原重患到任之后 是怎样除掉毛文龙的呢 厦门大学傅小藩教授 和您一起走进那段 逢年四起的岁月 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 重任那些年之 闪杀毛文龙 在这个重任皇帝的支持之下 这原重患成了辽东地区的最高领导人 可是呢 他实际控制的这领域太小了 他想要进一步的拓展自己的发展空间 当要他进一步扩大空间的时候啊 遇到了一个强有力的挑战 这个人是谁啊 这个人呢 叫毛文龙 这个毛文龙啊 拥兵自重 不听朝廷的调遣 你说这个人多大来头 连朝廷都管不了他 对这个毛文龙啊 自明朝末年 一直到今天 这个评价 可是 莫中一世 有人说好 有人说不好 有人说他是抗金英雄 有人说他是 罕见一个 同样一个人 为什么会有截然两种不同的评价 那普通百姓啊 评价一个人物 就是是非分明 是忠臣就是忠臣 是奸臣就是奸臣 是英雄就是英雄 是汉奸就是汉奸 是非分明 是黑白 一目了然 可是 这人呢 是很复杂的 尤其是像毛文龙这样的人 你让我一句话说清楚 他是好人坏人 还真很难 这毛文龙祖籍山西 出生在浙江的杭州 这家境很贫寒 家里一穷呢 就没钱供他上学 不上学呢 就没办法考科举 没有机会考科举 就没有功名 在明朝的时候啊 没有功名就做不了官 所以这毛文龙啊 三十岁之前 就没有正当职业 干嘛呢 撂地摊算卦 看相 测字 可是这毛文龙啊 心中还有点抱负 这抱负还不小 所以他自学成才 因为会算卦呢 他就懂得这阴阳卦礼 而且特别喜欢是兵书战策 可是这到了三十岁了 还一事无成 没有一官半职 怎么实现抱负呢 所以耳历之年 得寻找一个安身立命之处了 他就拿着背包 北上到山东 找他舅舅 他舅舅是谁啊 他舅舅当时是山东的布政司 这布政司就相当于现在的省长在这种之处 找到舅舅之后 舅舅就给他写了封信 推荐他到辽东 写信给辽东总兵 把他这个外甥呢 就介绍这辽东总兵了 这辽东总兵还真给面子 给他一个签总当 可是这毛文龙这签总一当就十几年 他正愁这没机会升签的机会来了 什么机会呢 努尔哈赤挑起了对明朝的战争 不久呢就攻陷了辽阳 这毛文龙啊 死里逃生 带着几个弟兄逃出了辽阳城 这有一天呢 他探听到这个镇江城里啊 兵力空虚 这镇江可不是南方的镇江 是鸭鲁江边一小镇 探听到这个情况之后呢 带着几十个弟兄呢 就连夜就把镇江拿下了 朝廷一听高兴了 就任命他为副总兵 升官了吧 没几天就任命他平辽总兵 这总兵啊 大致就能相当于一个师长了 可是好景不长啊 没几天 后金国又派大兵 又把镇江给拿下了 镇江是德尔富斯 这毛文龙再次的死里逃生 他这次呢 就坐着船 从水路 顺着鸭鲁江 就往下飘 飘出了鸭鲁江 这入海口之后 在海上漂泊 想着怎么办呢 正当他发愁 不知道怎么办好的时候 就来到了鸭鲁江 出海口不远的一个岛 小岛 叫皮岛 这个岛又叫东江 他来到岛上一看 嗯 这地儿不错 周围有很多小岛 他想 我在这儿建立一根据地 然后呢 得机会就收复辽东 他一想到这儿啊 就给朝廷上书 说我要三十万两军饷 然后在这一带开辟根据地 这朝廷一看 但这毛文龙心想收复辽东 灭掉金国不可能 但是他一定能起到 对金国的牵制作用 他真就给了他三十万两军饷 这毛文龙当时也没想到 会这么痛快就答应他 拿到这笔巨款 不知道怎么办好了 这荒岛上没什么人 光有钱没用啊 怎么办呢 招兵买马 这毛文龙啊 揣着的钱就到了山东半岛 招了两万这个士兵 然后又回老家 在浙江一带招了一万 专门使用火器的这士兵 那明朝的时候 其实自元朝后期以来啊 中国的士兵啊 军队啊就开始装备火器了 实际上就是现在的鸟冲 就是前面装药装散弹 后边点火打 一射出一大片 杀伤力很大的 为什么跑浙江一带去招火僵守呢 一来是这毛文龙在那 是老家比较熟 二来呢 在浙江沿海一带啊 军民抵抗倭寇的时候 那个武器装备是比较先进的 有了这三万士兵 哎 毛文龙呢 就在这沿海一带的岛屿上 就开始建立东江根据地 从此呢 这毛文龙对金国的牵制作用就形成了 对于毛文龙的牵制作用究竟有多大 人们的评价是不一样的 就是有人承认他 有人不承认他 那么据我看史料呢 就觉得这毛文龙的牵制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也就是说毛文龙建立了海上的根据地之后 一直在抵御着金国对沿海一带的骚扰 所以这种牵制作用 朝廷非常的赞赏 当时就有人说呀 这毛文龙啊 就是海上长城 连那黄太极都承认 黄太极说什么呢 他说毛文龙在 我不敢出远门啊 因为什么呢 妇孺不保 就是家里老婆孩子都不安全 这个天启皇帝啊 就是这个崇祯皇帝他大哥 因为毛文龙这会儿 还是天启皇帝的时代 这天启皇帝就称毛文龙啊 不叫名字的 直接叫毛帅 听着特亲切 充满了欣赏和信任 是吧 人们会想啊 这天启皇帝就是一小木匠 特别喜欢做木匠活啊 他要是喜欢这毛文龙叫毛帅 该不是叫着玩了吧 你还别说这毛文龙还真有两下子 这天启三年 他就带兵就攻占了荆州 这荆州一拿下 那朝廷更高兴了 就封他为左都督 挂将军印 还赏赐一把这上方宝剑 其实这个左都督啊 或将军呢 在明朝的中后期啊 那就是一虚弦 没什么实际的这种植物的 也不带着你带兵多少 就是一个荣誉 但问题是有了这左都督的和将军这虚弦 又有了赏方宝剑 那就因为这毛文龙啊 他直接受中央领导 这一下不得了了 毛文龙开始不知道自己是谁了 飞扬跋扈不受节制 朝廷也管不了他了 你说不就收复了一个荆州吗 牛什么呢 问题的关键是 他这个时代啊 正是燕党专政的时候 这毛文龙啊 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 他用重金贿赂魏忠贤 然后称这魏忠贤是义父 就是干爹 然后给魏忠贤修生辞 这生死我们说过 就人还活着就给修祠堂 那么毛文龙这些举动啊 就证明他实际上就已经构成一个燕党分子了 至少是和燕党是关系密切 可是这天启皇帝驾崩之后 这崇祯皇帝继位了 崇祯皇帝继位没几天 几个月之后就把燕党给敞除了 那么这会儿呢 崇祯皇帝对毛文龙什么态度呢 崇祯皇帝呢 对毛文龙是保持他原有的地位和灵欲忠贤 没动他 没有把他作为燕党分子处理掉 为什么 就是考虑到毛文龙在海外这种牵制作用 面对这个两代皇帝恩宠的这一个汉将 原崇祯怎么办 他什么态度 他能和这毛帅和平相处吗 能和这毛帅联手抗金吗 这是一个问题 那么他是如何来对付毛文龙呢 有这么一段对话可以做回答 就是这原崇祯当了皇帝的面呢 夸一海口说我要五年收复辽东 这个海口夸完之后回到住所呢 第二天有人来拜访 这是谁啊 叫乾隆熙 乾隆熙是内阁大学士 当时这个皇帝召见袁崇焕的时候 袁崇焕吹牛的时候 这乾隆熙在场 当时一看这皇帝这么高兴 大伙都一致的赞赏 他也不太好泼冷水啊 但总觉得五年收复辽东有点不靠谱 这第二天呢 就专门到袁崇焕的住所来拜访袁崇焕 就问一问 说你这五年收复辽东 你到底用什么方式啊 这袁崇焕就说了 从东江找手 东江就是毛文龙的根据地 乾隆熙就不解了 说你放着陆地不去发展 到海上干嘛 再说那海上的毛帅啊 也不受你节制啊 反正袁崇焕就说什么 可用则用之 不可用则杀之 这已经动了杀心了 乾隆熙就说 这毛文龙在海上已经经营了十几年了 要杀他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袁崇焕说 入其军 斩其率 可见这计划已经是胸有成竹了 酒鬼香泉酒 提示您精彩继续 袁崇焕作为新任寄辽都师 辽东地区的最高军事长官 塔渡飞扬跋扈的毛文龙 早已动了杀心 那么他会怎样实施自己的计划呢 敬请关注系列节目 崇祯那些年制 斩杀毛文龙 袁崇焕到了宁远之后 先是平息兵殿 然后向崇祯皇帝讨要军饷 很快宁远城的兵殿被平息下来 军饷也拿到了 接着袁崇焕就要开始实施 他的收复辽东的方略 而毛文龙作为一个不受节制的地方实力派 很明显首先就是袁崇焕要考虑的处理对象 那么袁崇焕会采取什么步骤来实现他的目的呢 那么他第一步什么呢 说来简单 就是控制海上的交通运输 他发布命令 所有从山东半岛出发的运输船只 必须经过他宁远的绝华岛 绝华岛在辽东的海岸边上 大概离海岸十几地 是袁崇焕的海上的一个两响军事基地 所有船只回到绝华岛 经过都市衙门的审核批准之后 放行才能够出海 尤其是给东江根据地毛文龙的物资 必须经过袁崇焕的批准 那么这招有什么用呢 那招太狠了 也就是说这袁崇焕卡住了或者是控制了毛文龙的经济来源 这个兵法上都讲了 要想治敌人于死地 首先是想办法断敌人的粮草 断粮道 你都知道曹操之所以能够一手胜多大败元烧 就是因为他烧了元烧的乌钞 诸葛亮六出七山无功而返 为什么 总是粮草不济 功亏一亏 所以这断粮道 非常狠的一招 这毛文龙怎么办 毛文龙没办法 他没有这袁崇焕权利贷 他只好上书给重臣皇帝告状 他上书中就肃委屈 他说我知道 弹劾我的人很多 在你手里有几十封弹劾书了 其实我早已心灰意冷了 我早不想干了 我为什么今天还坚守在海岛上呢 就是因为我啊 觉得自个还没有报答圣上民的后爱 可是呢 这原都师啊 他切断了我的经济来源 叫蓝猴给我一刀 我是必死无疑了 这个上书上去之后呢 重臣皇帝没有任何反应 一直没有回答 这毛文龙心里谋啊 这到底什么意思 真的希望这袁崇焕除掉了吗 或者是说 皇帝根本就不了解 袁崇焕的珍惜意图 所以他又上了第二封上书 在这封信上 他就 这话就挑得更明确了 他说这些文官们呢 就想着招 想着法 来整治我 来除掉我 可是就根本没办法 想不出办法 消灭敌人 所以这就叫什么呢 他的原话说叫 曹葛茅与同事 就是同事曹葛的意思 说这些文官就是 以江山为代价 保护成 提醒皇帝 不要放任这些文官 窝里斗 自毁长城 这个时候 这皇帝 崇祯皇帝 就被危难了 这面对两个大帅 都是他的爱将 当时是大敌 当前要收复辽东 是多一个人 多一分力量 怎么处理呢 怎么摆平这俩人呢 皇帝就给这毛文龙批复 就安抚他 说你啊 你上报的那些兵员的数额 就已经确定了 这军饷会如数拨给你 所以我已经下旨了 就是我的旨意 已经下达给袁冲化了 袁冲化会专门找你洽谈的 尤其是告诫这个毛文龙 军中的大事要从长记忆 这皇帝的意思非常明确 他既不能允许这毛文龙 继续的不受节制 但也绝不会同意袁冲化 除掉毛文龙 所以得到了这个皇帝的批示之后 这毛文龙放心了 派人到宁远城 找这袁冲化 干嘛呢 要钱 要量想 令所有人都没想到的 这袁冲化什么态度 袁冲化见了毛文龙的使者之后 大惊失色呀 什么 你们没量想了 哎呦 这些文官 太不像话了 总是在这窝里斗 就不顾及我们这些前方将士的疾苦 这骂完这文官之后呢 回过头来又对使者说 哎呀 你们没量想早说呀 好吧 马上拨给你们十船 军粮 结果呢 这十船粮食就装船了 粮食装好船之后呢 这袁冲化就写了一个亲笔信 给谁呀 给毛文龙 很热情 不能安慰他 表彰他 然后呢 随船呢 就送了一些银两 酒漏 表示慰问 这毛文龙一接到钱 粮 这慰问品和信 放心了 心里的这个戒备啊 就排除了 心中没有了戒弟之后呢 这毛文龙又亲自上门 拜见 袁中焕 他的顶头上司啊 表示一个礼节性的访问吧 这可是毛文龙亲自送上门 来了 是除掉他的多好机会啊 袁中华没动手 他心想 在我自个儿的地盘上除掉他 那他的部下就会滑变的 那局面不好收拾 这不是他的计划 他看这毛文龙没有的戒心 就和毛文龙相约 我要到你的东江根居地去视察 酒鬼香泉酒 提示您精彩继续 袁中焕虽然对毛文龙动了杀心 但毛文龙毕竟在东江经营多年 有一定的实力 那么袁中焕是怎样实施他除掉毛文龙的计划呢 进行关注系列节目 重振那些年轻 斩杀毛文龙 袁中焕要亲自去视察毛文龙的地盘 虽说他是毛文龙的顶头上司 而毛文龙对他也没有任何戒心 但袁中焕实际上以视察为名 要实施的是斩杀毛文龙的计划 这是非常大胆也非常冒险的举动 稍有不慎 斩杀毛文龙的计划不断会失败 自己反而会遭到杀身之祸 那么袁中焕究竟是如何成功除掉毛文龙的呢 毛文龙一听说要到我这视察 答应了 心想我的地方你能把我怎么样 就回去做好一些准备 准备迎接这都师来视察 几天之后袁中焕如约而至 俩而一阵寒暄 袁中焕呢 单刀直入就说了 说这个辽东的海面上就咱俩了 只要咱们两个互相协作 这修复辽东的大业啊 一定能成功 这毛文龙一听高兴了 是啊 都师您有什么计划呢 这袁 这袁中华就说了 我有一个良方啊 不知道您能不能采纳 这毛文龙想可能是让他配合打仗啊 说行啊 只要梁想充足 我一定配合 这袁中华没打仗 没有顺他那思路讲 他说这个杭州啊 可是一天堂 你怎么不回家去享受人间的生活去呢 言下之意说你给退休了啊 这什么良方啊 意思说你要是退休 就是最好的和我的合作 这毛文龙一听说 是啊 我早就有这想法了 不过这个 这要灭掉金国呀 只有我知道办法 你说这毛文龙啊 我觉得他比这袁中华还能吹牛 袁中华知道他是吹牛 就说哎呀 朝廷觉得你太辛苦了 会派人代替你的 这话很露骨啊 意思说我要娶你 而代之了 毛文龙很专横的说 在这块地盘上谁能替代我 袁中华觉得这毛文龙啊 真有点不可理喻啊 不见棺材不掉泪啊 他想 转换一个话题 说 我明天准备犒赏三军 你把你所有的将士的名单交给我 你说你要犒赏就犒赏呗 把钱给人家资本分不行吗 干嘛要人家全体官员的名单呢 这袁中华是想查他的实际的冰河 消除这吃空想的腐败现象 对这个问题毛文龙可敏感了 他说我们批岛上就三千五百将士 你明天就按这个数给吧 不拿出来 拒绝拿出全体将士的名单 这叫不打自招嘛 等于说明我是吃空想 可是这袁中华并没有继续的追问下去 说好吧 明天见 那么袁中华为什么不追问他的这种吃空想的问题呢 因为这不是袁中华的主要目的 他有计划 他不能节外生枝 到上岛的第三天 袁中华就犒赏了这三千五百将士 犒赏完之后呢 毛文龙呢就来到这袁中华的大帐 表示感谢啊 袁中华说 你那手下的这些将军们呢 怎么不来见我啊 意思是说拿了钱也不感谢一下 他想干嘛 因为他这个时候已经把这大帐安排好了 这叫秦贼秦王啊 三千五百士兵如果没有军官的指挥 这就是一群乌合之中 所以毛文龙心中没有防备 就把他所有的将官就叫进大帐 等着一个一个进来之后呢 就一个一个介绍 没想到啊 个个都姓毛 毛可公 毛可将 毛可相 怎么都姓毛啊 完了这个毛文龙也不好意思啊 这都是我的小孙子 怎么可能啊 就五十来岁就一群孙子 都是将军了 显然 这个部队已经成了毛家军了 那么 仅此一点就证明啊 这毛文龙啊 已经沦为军阀 什么叫军阀 就是自己有私人的军队 或者是把国家的军队 变成自己的私有财产的人 面对这一群 这个毛文龙的小孙子们 袁春焕怎么办 还敢动手杀吗 你还别说这袁春焕真不含糊 他就当面揭破 哎呀 你们怎么可能都姓毛呢 不过是迫不得已啊 然后又说 开始套进口 哎呀 你们都是好汉的 都应该得到重用啊 他说我在这个宁远 我手下那些将军 拿那么多钱 我那士兵发那么多良响 他们还嫌不够 可是你们呢 在这荒岛上就拿那么点军饷 还要养家糊口 你强年守在海岛上 哎呀 你们太辛苦了 我太敬佩你们了 各位在这受我一半 话音未落 他真的失礼 说完礼之后呢 接着开始 干嘛呢 公开的 要收编这些将士 他说啊 如果你们能够为国家效力 从今以后就不抽军饷了 这话说的 好像这帮人都没有为国家效力啊 都在给毛文龙干活呢 你说这么说呢 毛文龙能不急吗 这个袁冲范知道 这毛文龙啊 他这部下啊 哎 这些都是些雇佣兵 他不怕毛文龙急 因为他知道这军饷 这待遇 这雇佣兵的诱惑力 果然这些重将们 感激的不得了啊 纷纷跪到寇头 起恩 这毛文龙就这闹了闷了 我这手下今儿怎么了 这就是点军饷嘛 至于如此嘛 还没等毛文龙回过神呢 那袁冲范突然大怒翻脸了 毛文龙你可知罪 我说 知什么罪啊 马上宣布了十二条该杀的罪名 毛文龙一听 就这十二条 有本事整点 有分量的啊 袁冲范说 你不见棺材不掉肋 他有招 这会儿他就拿出了赏方宝剑 双手捧着赏方宝剑 然后转身朝着北京的方向 突然像魂腹体似的 变成了崇祯皇子的声音了 来人 扒下他的官服 给我把他绑了 袁冲范手下这几个士兵 扑上去就把这毛文龙摁倒 扒下官服就捆了 毛文龙心想这是我的地盘啊 怎么就捆我呀 就不干了 你凭什么帮我 我没罪 袁冲范冷笑说 你没罪 我问你 你截杀辽东难民 然后冒充是敌人的手机 你这叫杀梁冒工 我冤枉 你冤枉 那你带兵两次攻打登州 抢劫前梁 还扬言说 木马登州取南京 一如反掌 是不是你说的 我们能不吭 这两项罪 还真有点分量 罪软了 不吭声了 他这一不吭声 袁冲范觉得 实际成熟了 这会儿就对他重将说 说你们觉得 我该不该杀他 这话问的 大伙不敢开口啊 能说该杀吗 不能说呀 也不能说不该杀 不开口 袁冲范知道他们不敢吱声 说 如果你们觉得我冤杀了他 那么 你就把我杀了吧 说完那就把他赏了 赏方宝剑呢 横在自个脖子上 我在想这招什么意思啊 那是矫情了 这会儿谁敢杀你啊 你是钦差大臣 手中是赏方宝剑 再说了 这些重将们早就被 袁冲范的士兵和参将控制住了 根本不可能有反抗的这种机会了 所以大伙只好被逼无奈啊 跪倒寇头 求饶 这会儿 袁冲范又来了 他说 我要五年收复辽东 所以呢 就必须要杀这个毛文龙 这就是我要依法行事的 所以皇帝来赐给我 杀方宝剑 这倒不讲道理啊 你说收复辽东和杀毛文龙之间 有什么必然联系 难道杀了毛文龙就能收复辽东 不杀毛文龙就不能收辽东 明朝的法律是很严格的 像毛文龙这种左嘟嘟挂将军印 拿赏方宝剑的人 袁冲范是没权利杀的 虽然这两口赏方宝剑有区别啊 一个是天启皇帝赐 一个是崇祯皇帝赐 可是这么高的官位 即便袁冲范是这个清差大臣 他也没有权利 杀毛文龙 所以他那个依法行事 是撒谎 但是这会儿呢 这所有的重将都寇同求饶了 都不反抗了 已经没办法反抗了 袁冲范也是杀心已定 手中有赏方宝剑 毛文龙看大事已去了 只好服软了 跪下来求情了 说文龙之罪 请求恩赦 袁冲范是不可能饶了毛文龙的 所以这会儿他又来了 双手又把赏方宝剑捧起来了 跪倒 面对北京方向 就说 陛下 我今天要杀毛文龙了 五年之后 如果我收复不了辽东 您就像我今天杀毛文龙一样杀了我 杀了微臣 这话说完之后呢 觉得好像是皇帝已经同意了 起身 就把这赏方宝剑呢 交给身边的这棋牌官 棋牌官得令之后 把毛文龙推出去 斩了 真傻了 作为辽东地区的最高军事长官 袁崇煥对于飞扬跋扈 不受节制的毛文龙 是毫不留情的痛下杀手 那么崇祯皇帝 对袁崇煥不经批准 擅自杀掉毛文龙的事情 又会是什么样的反应呢 崇祯皇帝一听这 毛文龙被杀了 先是大吃一惊啊 后来是痛心不已啊 就心想这袁崇煥也是 忒胆大 妄为了 可怎么办呢 人已经杀了 为难啊 你说我是治这个袁崇煥 善杀朝廷重臣之罪呢 还是支持他呢 不可能治罪了 已经死了一大帅了 再把他治罪 谁给我收复辽东啊 你皇帝没办法了 忍得痛啊 违心的支持袁崇煥 怎么支持呢 就在袁崇煥上书 汇报他杀毛文龙情况的 这个上书上批复 就说呀 你呀 也就不要 为这个事 这个 内疚了 啊 所以 按照我们的约好的方案 你有灵活处理的权力 然后又把那毛文龙的所谓的罪状呢 公布于天下 表示对袁崇煥杀毛文龙的支持 所以有人就根据这些情况就认为 袁崇煥杀毛文龙是得到皇帝支持 但我认为 这皇帝是违心的 为什么说他违心呢 因为前面已经说过了 皇帝为了安慰毛文龙 在给毛文龙的上书中批复说过 说你那个士兵的人数已经确定了 你要的军饷也如数地发给你 可是皇帝是知道他吃空想的 明知道他吃空想 却不予追究 那么这种纵容的态度 只能说明 皇帝是不可能要杀毛文龙的 非常简单的道理 可是人已经杀了 既成事实了 怎么办呢 只好默认 那么前提非常清楚 就是按照我们的约定 什么约定 五年收复辽东 所以袁崇煥杀了毛文龙之后 就把自己逼到了一个死胡同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他不管这个杀毛文龙的动机是什么 但他有一个理由 就是收复辽东 但是我认为在当时收复辽东 尤其是五年收复辽东 是一个基本上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完成不了怎么办 皇帝也很明确 你完成了任务 你今天的所作所为 不在话下 那么五年之后 你收复辽东 那还用问 老丈心丈一块算 袁崇煥心里也很清楚 所以他在给皇帝的上书中的最后一句话也说了 又把他当时杀毛文龙之前那句话又重复了一遍 说陛下五年之后我收复不了辽东 你就像我杀了毛文龙一样杀了我 这话不用说 皇帝也是这么想的 那么毛文龙被杀之后呢 这消息啊 几天之后这黄太极就知道了 你说这消息怎么这么灵通啊 因为啊 黄太极在东江根据地有卧底 这黄太极一听毛文龙被杀了 那个高兴啊 这下好了 我可以实现我的计划了 那么黄太极什么计划呢 我们下回再说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